陈总 对不起 林霄 我知道你参加了 国际汽车设计大赛 所以我专门为你 约了中国去的执行李氏 可你倒好 你找了这么一个二百五 来打发我是吧 实在不好意思 陈总 我早上起来不舒服 而且我 事先也不知道你的安排 你别跟我找借口 这件事情 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 还有那件西服 是我特意找人 从法国带回来的 你自己看看 被那个谭月 搞成什么样子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对不起 陈总 我误解了您的好意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用吗 这样吧 今天晚上 你陪我看场电影 我就接受你的道歉 可是陈总 明天可以吗 不行 对不起 喂 亲爱的 不好意思 我公司得加班 为什么你要加班啊 等我下班之后 再给你打电话吧 好吧 拜拜 怎么了 又被放鸽子了 他说他要加班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回来啦 你为什么不用加班啊 加什么班啊 丁香说他要加班啊 我没听说啊 我下午出去办事了 我没听说他要加什么班啊 你们这些傻女人啊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相信什么 男人说什么 加班呀 开会呀 这种鬼话 哪有那么多会开啊 但是呢 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你是不能去打草惊蛇的 林霄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你要去哪儿啊 我啊 看电影圈啊 看电影把自己 画成这副鬼样子 电影院那么黑 谁看得清你啊 完事之后 我还得去吃饭呢 然后我还要去购物 买东东呢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收拾东西 再见 那我们两个 也去看电影吧 我票都买好了 要不去浪费啦 好吧 那今天我当你男朋友吧 喂喂 你订的是这场吧 现在离开场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时间还早呢 嗯 我们等会儿再取票吧 我差点忘了 没有爆米花怎么叫看电影啊 你等等我啊 我去买 去吧 你好 看什么 订的票 好 稍等 谢谢 你慢点儿 等等我 开始了 谢谢 这些薄米花特别好吃 看什么呢 某人吗 快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嗯 这边 走 夏丰 你 吓死我了 你 吓死我了 死了 死了呀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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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 你抱着我吧 你觉得凌霄在干吗呢 加班啊 你怀疑过她吗 这男的一定会劈腿 不是 我是说你怀疑没怀疑过凌霄 你看啊 她故意把男主角支开 肯定是想跟女一号干点什么 我说的是凌霄 凌霄 怎么了 你觉得什么叫出轨啊 和别人一起看电影算吗 看电影啊 你看 你看 你看前面那两个人 像不像陈妾你和凌霄 不可能吧 打电话试一下 你们打我打 别打 看电影 不要打电话 去 薇薇 薇薇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太吓人了 别哭了 陈总 结束了 走了 终于结束了 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你不跳吗 我不跳 不死了吗 走了 走了走了 你怎么不害怕呀 慢点你等等我 别拉了 宁宇 你怎么在这儿 不止我在这儿 你女朋友也在这儿 薇薇 我 陈总 你得帮我解释一下 有什么好解释的 不就看个电影而已吗 至于吗 搞得我看 薇薇 都怪你 你没事吧 怎么那么野蛮呢 我怕他误会 你怕他误会就不怕我生气呀 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林相 你 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了好了别哭了 脸都哭花了 别哭了啊 那现在怎么办啊 事情已经这样了 其实啊仔细想想 我觉得就是那陈倩倩搞的鬼 平时对唐瑞一五喝六的 就对凌霄百依百顺 百依百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我觉得是陈倩倩看着凌霄了 你先别这么激动 我跟你保证 平时他俩在公司 真的没什么 说不定看电影这事 也是陈倩倩安排的 可是 我约过他 他为什么放了我哥子 跟陈倩倩去看电影啊 那咱也不能 就这么认怂了是不是 不能白白便宜了 那个陈倩倩啊 那我该怎么办嘛 最起码咱得讨个说法 听听凌霄怎么跟你解释 他都陪他去看电影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可是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 怎么了这是 哭成这样 和凌霄闹别扭了 你至于吗 男女之间不就这么大点事吗 你要认真你就输了 我说你不好好安慰他 在旁边说什么风凉话 我哪说风凉话了 那良药苦口吗 卫卫 你看我身经百战 你和我说我会帮你的 就是今天我们去看电影 看见陈倩倩和凌霄也去看电影了 什么 那个女上司啊 我想起来了 我上次见过他一回 这个臭不要脸的 然后呢 你什么反应啊 姐你没动手啊 其实我觉得这事 就是陈倩倩她单方面的问题 你们别劝我了 我已经对她死心了 太过分了 人家都站在你脑袋上拉屎了 你还知道哭哭哭哭 哭有什么用啊 凌霄又不在这儿 我跟你说啊 你啊 当时就应该理直气壮的 走到凌霄面前挽着她的手说 对不起啊 亲爱的 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陪你 咱们一会儿一起请倩倩姐吃个饭呗 你就应该这样 你要宣誓主权知道吗 你和凌霄 这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你和陈倩倩那是敌我矛盾 要先解决内部矛盾 才能解决敌我的矛盾 明白吗 那凌霄呢 凌霄什么反应啊 凌霄她就说是误会 误会 误会什么呀 这一个巴掌拍不下 这个臭男人 行了 薇薇 别难受了 我回头给你介绍一个高富帅 比他好一万倍 一百万倍 是不是凌霄啊 薇薇 你开一下门啊薇薇 你听我解释 薇薇 你们跟她说我不想见她 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开一下门啊薇薇 开一下门薇薇 薇薇 你开一下门薇薇 来 凌霄你走吧 薇薇说她不想见你 宁宇 你开一下门吧 没用的 你今天太过分了 你就开一下门行不行 宁宇 你让我进去跟薇薇 好好解释解释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 薇薇她说不见你不见你 你走吧 那宁宇 你帮我好好劝劝微微吧 我明天再来 走了 走了 我进去劝劝她啊 我一下嗯 我个个人 我个人